先要把它做出来 那里面的话 那2D的平面图相关的尺寸 它也给我们的 比如说从这边 它几个部分 第一个从这边到这边多少 60 对 然后这边到这边 22 挖一个22 那这边刚好一个耳朵 耳朵的部分的话 从这个中心点 到中心点是多少 72 所以这边有个72 那也就是说呢 它这边没有给我们这个的距离 有没有 那你就必须自己要去算出来 就是多少 72减掉60 再除以2 因为有两边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应该是6 有个6 那问题来了 其实我们一步一步来做 就是说你会发现这个地方 怎么化会比较快 这个地方 还有这个地方 这个形状 这个又回到那个 当然画法很多啦 你可以画圆之后再修剪 或者是说你可以用什么呢 用聚合线最快 那聚合线要怎么画呢 上次我们有个范例 对不对 那特别注意哦 这个地方你要善用 因为聚合线的特性就是说 它有两种线段的方法 一个是L L是什么呢 直线对不对 一个是A A是什么呢 A有两个啦 第一个是弗 第二个是角度 那如果你没有给它角度的话 它预设就是180度 180就是一个半圆 一个半圆 那也就是说像这边呢 假如我们要得到这个 这个像下面这边的话呢 我们画的方法就要用聚合线会比较快 那你也可以用画这个线段再加一圆 那首先的话 比如说像里面的部分呢 我们如果要的要画 第一个先把里面的这个框 假设我们先画那个M的部分 第一个切换到上次的部分呢 那首先呢 这个框框它的框 多少呢 60度点多少呢 那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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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当然